为什么黎明比郭富城更值得爱?因为恋爱礼仪有高下。 这段感情有两个标签,二婚,妇女恋,黎明和女友Win Chen相差19岁。 Win Chen目前怀孕6个月。关于她,民间的很多说法很有意思。 港媒称她迷你版乐基儿。细看之下,的确有几分相似,包括大笑的表情。 她是黎明公司的员工,之前当过李志亭助理还传过绯闻, 港媒的判断是已开始去外地工作都是Win Chen推行李, 后来变成李志亭自己推,又从助力升级女友的嫌疑,李志亭不得不亲自澄清,只是兄弟。 和黎明恋爱之后,Win Chen进身为营业部经理,迅速扩充势力,逼走了黎明多年的合作伙伴CEO王凯文。 网友总结说,黎明终于也走上了老派港星的路子,年轻的时候到处留情,玩够了娶个普通女子上岸。 类似的还有郭富城。 当年任任艳羡的金童玉女,女的嫁了富豪,难得娶了助力,人世间爱情的结局大多如此。 黎明和李嘉欣,但他们又非常不同。 50出头的中国男人,大多开始出游,曾经的英俊少年郭富城也不例外。 她拼了命的不服老,常年健身体、体魄,每天敷两张面膜动住颜值。 但做派和那些油腻中年一般无二。 房间对她颇有人心太低支撑,跟熊盖林分手时候的绝情冷硬,物化女性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 一双鞋不合脚时,成天穿都会不舒服,你都就会想换一双舒服的鞋。 郭富城和熊盖林,就算公开新感情,也接近炫耀。 黎明比较笨,没有第一时间get到。 方圆的形象始终是模糊的,服从的,缺少一个年轻女子的鲜活生动。 不是她不想,而是郭富城不让。 郭富城给人的感觉,有一个词形容得很好,捞腊肉,远看有几分可口,凑尽了却满脸油花。 黎明和她情路相似,但反映出来的恋爱礼仪却有高下之分。 黎明生在北京,四岁随父母移居香港,在英国度过了少年时期。 经历不同,气质也有别于其他天王,黎明木论,害羞,带点书卷气。 这种特质在甜蜜蜜到达顶峰,就算那场情欲戏她也演得慌乱中带点青色,一点不给人不适感。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禁欲戏。 这样的特质加上身材比同时期的男星高大非常讨女人喜欢。 她的绯闻名单全是那个年代的顶级美女,最有名的是李嘉欣和舒淇,却没脑出脚踏即传的事来,都是结束一段再开始另一段。 唯一黑点是,懦弱,因为父亲介意舒淇演过三集片,没来过第七年。 在金星秀上,金星集中火力猛攻舒淇,她只表示舒淇是她最欣赏的女演员,其他以人家已经结婚了为由绝口不提。 这绝对是值得推而广之的恋爱礼仪。 相比郭富城的坏邪论绝对算高尚了,更不用说还有追着胡音梦骂了四十年的李敖。 她和乐基尔有过很甜蜜的时光。 粉丝整理了她送的名贵礼物,上水豪华艾潮,意大利豪华游艇,马沙拉蒂套车,六户位于美国旧金山市的物业,两亿现金,四年花了超过7.5亿,还将豪宅重装增加了游泳池。 球场和迷你剧院让她可以邀朋友来玩。 对比一毛不拔的郭富城算是一致千金了。 她们的组合类似梁朝伟和刘嘉玲,本可以很好的互补,但黎明有点适应不了乐基尔贝利四射的个性,乐基尔也受不了黎明的无趣直呼跟监狱没两样。 去年输了一件事,让我对黎明印象大好。 她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举行个唱,被主办方拖欠了酬金,公司原意是取消演唱会,但黎明坚持唱完之后再追讨,不想让买了票的歌迷失望。 可见,她无论对感情还是粉丝,都是很有交代的人。 离婚之后,加上父亲去世的打击,黎明消沉了一段时间,Win Chen在这时走进了她的生活。 从这份声明来看,感觉黎明的恋爱情商也提高了,以前懦弱的她有了为人夫为人妇的担当。 明显的,她比郭富城更值得嫁。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